这样子的时候已经算是蜂窝性组织眼了 眼眶的蜂窝性组织眼 照片中是两岁林小弟的左眼 这个眼睛眯成一条线 又红又肿连针都针不开 要不是妈妈及时带着宝贝儿子就医 很有可能视力不保 医生是说 他的眼睛就是有红蚂蚁跑进去 很紧张因为也很担心会影响他的视力 或者是后续会不会有什么后影症 原来平时林小弟大多都是像这样子趴着睡 但奇怪有天睡醒后就不断揉眼睛 还含着好痛好痛 直到就医检查后才发现 竟然是红蚂蚁钻进眼睛惹祸 不管是什么东西跑到眼睛里面去 最忌讳去揉像这个全世界的案例 他是非常非常幸运 只是插了一两个小时 这个蚂蚁要是跑进去的话 他大概只有生命的危险 医师提醒家长 若是家中小朋友习惯在睡觉前吃零食 很有可能就会因此引来蚂蚁或昆虫 误闯灵魂之窗 这时千万不能揉眼睛 以防因小虫子摩擦眼角膜而损伤实力 大约新闻张信与王朝中高雄报道 一大与兵却旻